华人工商 晚间新闻 大家好 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二 宏都拉斯总统被指控贩毒 他是拜登移民计划的关键挑战 据ABC消息称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本周将开始给中美洲各国领导人打电话 他将领导拜登政府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移民激增的问题 但纽约的检察官称 其中一个电话将特别敏感 因为他将与一个行为更像毒枭的国家元首交谈 宏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基被认为本月联邦毒品走私审判的同谋 他的同伙目前已被定罪的毒枭 声称埃尔南德斯收收数百万美元的贿赂 并将保护帮助大批可卡因流入美国 拜登宣布第一批多样化的司法提名名单 The Hill消息称 拜登总统星期二宣布了 他的第一批联邦法官提名名单 其中就包括了被提名为权力很大的 华盛顿美国上诉法院法官的克坦吉布朗杰克逊 拜登提名杰克逊填补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司法部长 梅里克·加兰德空缺的职位 杰克逊自2013年被奥巴马总统提名以来 一直在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任职 鉴于对政府所在地的管辖权 华盛顿巡回法院被认为是美国第二大权力最高的法院 习法官往往位于总统提名最高法院空缺的候选人名单的首位 美国一月份房价飙升达到了七年来的最高水平 据ABC消息称 美国一月房价以七年来最快速度上涨 因疫情刺激了对独栋住宅的需求 而独栋住宅的供应却在萎缩 周二公布的SP CoreLogic 20个城市房价指数 一月份较上年同期上涨了11.1% 这是自2014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房价涨幅最大的是凤凰城 上涨15.8% 其次是西雅图上涨了14.3% 第三是圣地雅各上涨14.2% 过去一年美国的房屋销售大幅增长 由于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家里面工作 再加上孩子们也在网上上学 很多家庭都在寻找房子而不是公寓 或者搬到更大的房子里去 国会希望控制拜登的战争权力 The Hill消息称 多年来国会一直将权力移交给白宫 现在国会又陷入了一场关于拜登总统战争权力的混乱斗争 由于不同意拜登政策的鹰派共和党人 对限制总统在该问题上的权力的尝试 心存警惕 这项立法努力正在模糊政治界限 因为他测试了政府两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 并创造了奇怪的同盟关系 支持改革的人希望 拜登在国会任职数十年后的优势地位 以及数十年来公众舆论的转变 能够在多年的僵局之后为拜登提供动力 国会正在审查三项先前授权的军事力量使用 包括1991年海湾战争的措施 2001年911恐怖袭击几天后通过的法案 以及2002年通过的伊拉克战争法案 拜登政府已经表示愿意修改军事授权 这让国会的一些人感到了乐观 他们希望国会在最近几十年 越来越多的向行政部门让步后 在外交政策上重申自己的立场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政府致力于与国会合作 确保现有的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 被一个狭窄而具体的框架取代 以上是我们今天晚间新闻的节目内容 喜欢的朋友请您点赞订阅CYP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